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田中带点那么一丝丝的酸味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 挨不释手 菠萝富含各种营养素 特别是微生素C和一种叫做菠萝蛋白铁酵素的物质 菠萝蛋白铁酵素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 主要是可以抗炎 减轻疼痛感 防止饮血形成等 正因为它的神奇好处 目前许多专家正在进一步研究这种营养素对身体有何作用 不代表 怀孕的妇女不能吃菠萝 只要不过量 孕妇也能吃 一天吃菠萝量正常范围内大概是200到300克左右 nah jadi jumlah wajar makan nanas dalam seharinya hanya 2-3 porsi maksimum jadi itu setara dengan kurang lebih 200-300 gram kalau lebih dari itu, nah itu yang membahayakan nih gitu, tapi misalnya pada orang-orang yang hamilnya udah ketuaan banget nih lebih dari 40 minggu bayinya gak keluar-keluar segala nah itu malah disarankan untuk makan nanas untuk merangsang hormon oksitosin dan merangsang rahim untuk kontraksi 而一般人吃菠萝也不能过量 若吃太多 会造成沥尿 会引发机体脱水 但是 菠萝其实可起到控制血压 帮助细胞代谢 美容养盐等作用 但医师提醒 虽然菠萝对身体有许多好处 但因为含糖量高 患有糖尿病的人一定要少吃 菠萝是酸性的 患有溃疡的人也不宜多食 要吃的话 一定要再放后吃 另外 由于菠萝中含有刺激作用的带泪物质和菠萝蛋白酶 因此 应将果皮和果刺修净 将果肉切成块状 在鲜水或糖水中浸刺 浸出带泪 然后再吃 美味的菠萝对身体非常有益 但要聪明正确地吃 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美都新闻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